老毕呀 你的孩子珊珊来迟 我看就叫毕珊珊吧 这不行 是男是女还不知道 如果是女孩叫珊珊 男孩叫珊珊不大好 你这么大学问 怎么连个名字都起不好呢 那好吧 是男孩就叫毕珊珊 我的孩子可不去造极 这个名字不好 干嘛要叫中国人的名字 咱们给起个老外的名字不就得了 我看就叫毕珊 不造纸又改花花了 这也不行 咱们搞电视的 就叫毕露电视 好啊 还来个日本名字 我最恨小的 老毕 你看外边不正下雨的吗 我看就叫毕雷珊的 老毕长得比较寒碜 他的孩子可不能像他 所以应该叫毕月 他失花你 不行 为了老毕避免错误 应该叫毕免 这老毕弱不经风的 应该叫毕风吧 孩子们都比较喜欢 百兽之王老虎 就叫他毕虎 他毕虎 这个名字不行 老毕非常谦虚 逢人就说自己是毕人 应该叫毕人 老毕当过侦察兵 武艺高强 应该叫毕强 那调过来就是枪毙 不行 那应该叫毕恭毕敬 那你的孩子是不是叫水漫金山寺 这也是个日本名字呀 钱有成钱 有了 那就叫毕厚吧 还脸皮厚呢 不行 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 扩大收视率 我看就叫毕球 希望梦想中国能超越超级女生 孩子就叫毕超吧 毕超 毕超怎么行 我说大虎跟我有意见特别提 您这是对我孩子耻明镜的 还是拉我脚落呢 我说你们怎么都这么没学问 按说老毕有了孩子 他就算毕业了 如果是个男孩 他还得拉套 男孩将来就跟我一块 主持幸运52和非常6加1 我看就叫毕56得了 有 都说你坏 原来我还不信 今儿真算你叫了啊 你给我闭上乌鸦嘴 行了 我们俩的孩子 最后还得我们俩说了算 尊重老婆意见 就叫毕足